關於被題的時間 我想講在聖經中最清楚講到被題的經文是有兩個 一個是《貼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十六到十八節 我們一起讀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流 有呼絕的聲音和天使像的聲音 又有神的腹吹響 乃在基督女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者活著完全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混予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備此原位 這個講到就是 其實講到這個《降臨》十五節都有講到 十五節那裡講到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一件事》 《我們者活著完全留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臨在乃已遂了的人》 《斷不臨在乃已遂了的人》 這裏講到兩次《降臨》 然後講到我們被題 怎樣被題呢 他說主親自從天降流下來 有呼叫的聲音 這個呼叫聲音 應該是從天使的呼叫 就不是人那裡來的 還有天使掌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在啟示錄講到有七次號同吹響 這個應該是號同末次吹響的時候 然後基督裡面死的人就復活 然後我們活著完全留的人 即是講信主 就和我們一起被題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講到被題 即是被題 在空中與主相遇 那這個時間呢 是講到什麼時間呢 他就講到兩次的降臨 十五節和十六節 另外馬太公司二十四章間 我們都會看一看 因為關於這個被題 實際上是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現在講 根據聖經的清楚說法 清楚的說法是怎樣呢 就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第一個降臨 那個字就是 佩洛斯亞 希臘文 是講耶穌回來的 第二個 第十六節那個 降臨就是 descent 即降下來 一個就是耶穌回來 一個就是降下來 所以這個經文一看 就是被題的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 基督徒就被題 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和非基督徒分開了 這個我就覺得 就好像棉藥山陽的比喻 將那些棉藥在右邊 山陽在左邊 就變成一個在天一個地 就是分開的 但是有些人就有個觀念 他就說被題就是 在一個時候 其實沒有多久之前 有一套這樣的電影拍了 就是說 在有個時候被題 因為他們的觀念就是 災難前被題 我講講為什麼會有這個觀念 災難前被題 但是我稍後再講 我就講了聖經講什麼時候發生 他們說就是災難前被題 忽然間有一天 就算有些人在開車 有些人在開飛機 忽然間那個司機 是信耶穌的 就消失了 就被題了去空中與主相遇 而靜下的人就說繼續生活下去 我稍後再講這個觀念 是怎樣來的 但是這個經文 按照你看過字面的意思 它是說在主降臨 十六節又是說到主從天降臨 然後那些死的基督徒一起復活 然後我們一起被題到空中與主相遇 另外就是馬太福音第24章 亦都是說到這個被題的 比如十四節就說到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變正如末期才來到 然後就說到先知但耶利所說 那行毀懷可憎的站在聖地 就是說到是會有一個毀懷可憎的 這個很大可能就是在貼上尼加後書二章 那裡說到那個敵基督 他就會站在聖地 這個人就被人家捍衛神了 然後就 然後就 第21節 其實之前也有說到災難 但第21節就說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會有 即是會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如果不減少的日子 凡有血氣的總會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為選民這個日子會減少 那在那時如果有人告訴你 基督在這裏或在那裏 不要相信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會起來 然後呢 第27節就說到耶穌回來 他意思是閃電一聲 從東邊發出 一閃閃到右邊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的 即是說應該是全地都看到的 是很快的 很有能力的 然後第29節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和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要隔著天上的雲降臨 這裏說到這個災難一過去之後 日頭就變了黑了 月亮不放光了 那些星又會跌下來 然後就看到人子 耶穌的兆頭就顯在天上 然後哪些人看到呢 第30節說哪些人看到呢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這個跟那些人說到被提 跟著地上基督徒 又不知道發生是有分別的 因為這裏說到地上的萬族都見到 就很害怕了 哀哭了 很悲哀 就覺得他死了要面對神了 已經濕去了這個機會了 他就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要隔著天上的雲降臨 就是全世界都會看到他降臨下來的 那麼他就要叉演使者 一眾號童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來 就將他招聚回來 然後呢 33節說你們看見這切的事 都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門口了 34節說到這個世代沒有過去的事 都要成就 這個經文 很多人來說的確是很難解釋的 為什麼說到這個世代沒有過去呢 其實馬太24章說了兩件事 一個是說到耶路撒冷被毀滅的 他說到這個門口說 這個聖殿的石頭沒有一塊踏在另一塊上面 所以耶穌說到這個 就是主要70年的聖殿被毀滅 但也有說到世的末日 那麼這個一個方面 就是說這個世代沒有過去 這個耶路撒冷就會毀滅 但也都可以說到 如果說到世的末日 就會 這個 即是怎樣呢 他兩個預言 這個第一個預言 就是耶路撒冷被毀滅 第二個就是耶穌回來 因為耶路撒冷的毀滅 就是一個預表 預表耶穌回來 所以他將這兩個 就放在一起 這個應驗 開始這個應驗 就是耶路撒冷被毀滅 一個開始的應驗 但是最後的應驗 就不是那個時候的時代 就是後來的時代 就是那一次的應驗 這個神的這個末後的警告 就在那天發生的 也都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然後 接著 三十八節說到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朝上 吃喝嫁取 直到狼雅進方舟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就衝了 將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者 這個說到 就是好像洪水的時候 即是那些沒有信的人 沒有入方舟就審判了 就死了 又要降臨也是這樣 然後呢 四十節 兩個人在田裡 要娶一個撇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一個撇一個 即兩個人在田裡 這個應該是男人 兩個女人在家裡 一個就是家裡 一個就是外面 兩個就拿一個就剩下一個 家裡的又娶一個又拿一個 但由上文 他所說的全部都是說到 萬族要愛好 還有呢 好像朗瓦日子 他們要避水衝去 避水衝去 不是好像消失 即是他們會審判 會懲罰 所以聖經這裡說到 被提這兩個經文 這個經文 是不像貼薩尼加詞書四章 那麼清楚說到被提的 不過他就說到 拿走一個就剩下一個 而看時間 是全部都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接著第四十三節 接著下什麼呢 他就說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 就必警醒 不會用來抹透房屋 所以你們要預備 因為你上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回來了 忠心有見識的 伯仁 為主人所派盤 你加劣的事 按時分糧給他們 主人來到 見到他這樣做 這個伯仁就有福了 好了 即是說 這裡又是講到 主人回來 即是世界每日 好伯仁 壞伯仁 都要面對主人 壞伯仁就要受懲罰了 四十八節 四十九節都說到 惡伯 打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在一起 在上不到的時候 伯仁的主人要回來 重重處折他 所以這裡都是講到 所有人有份的 信和不信都有份 信的人就會拿走 剩下的就是不信的 即是會受審判 其實不只是不信的 不信和不信重 因為聖經會講到 馬太七章21節開始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侯我天父主的人 才能盡去 到哪天有很多人說 我不是奉你名傳道 奉你名趕鬼 奉你名行很多義能嗎 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扶你們這次作惡 等人離開我去吧 即是說 不只是信耶穌的人 可以去天堂 是信而遵從的人 是跟耶穌有生命關係的 尚在他裏面 尚在他裏面 他就尚在裏面 如果不尚在裏面 就好像知詞 雕在外面 枯乾人 十年以來 兵在火亂燒了 所以那些都是要 就是信而跟從 不是靠跟從得救 是信靠耶穌得救 所以信信耶穌就會 跟從耶穌的 好了 即是說 由這兩個經文 這個經文 真的前面講得很清楚 這些災難過去了 人子的少頭降臨 人子有能力 有榮 要降臨 萬俗就要哀哭 跟著說 就好像洪水 來到一樣 那些人就會 有些人就得救 黃雅一家 其他人就不得救 避水沖去 亦都說到 惡僕 惡僕 受懲罰 好僕人 主人會上次 即是說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但這個觀念 有一個觀念 就是災難前 災難 因為聖經有講到 其實聖經有講到 災難是三年半 大災難三年半 啟事律講到三年半 三年半是小災難 三年半是大災難 等於三年半一定有大災難 聖經有講到 在啟事律看那些災難 很多人都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很恐怖 地都被燒光了 就是那些花草樹木 那些海裡的魚 又死了 還有就是 敵基督打仗 凡是那些 沒有受他的印記 敵基督的印記 在手上或在額上 就不能做買賣 就是不可以買東西吃 很多人就很害怕 他就覺得 還有覺得 基督徒不應該受這些就作 不應該受這些懲罰 所以就有這個觀念 有一個人叫Scofield 他就寫了一本 他就不是寫聖經 他編排了一本聖經 叫做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這本聖經有什麼特色呢 他一樣是King James 但是這本聖經 King James裡面 就有寫了很多他的解釋 在他旁邊那裡 那你解釋什麼呢 就是災難前避體 就是說很多事情發生 他有他的解釋 那這個教導呢 其實有不同的人都問我 他說聖經有沒有直接說到災難前避體 我說聖經是沒有說到 聖經是說到災難後 耶穌回來的時候避體 但是Scofield這個教導 是入了很多人的心裡 而且很奇怪 是入了很多牧師的心裡 就是他應該看聖經 聖經的確不是災難前避體 聖經有說到災難的時候 神會保護 神保護不代表避體 神可以有方法保護 就是怎樣保護我們不知道 但是保護也好 聖經是有講到很多人會殺死的 因為他是講到會追殺基督徒 在啟示錄的十三章 是講到這個爭戰 是會殺死基督徒 那麼他們呢 就是 Scofield的觀念 就是 一律不用面對的 全部都要走 全部都要提走 就是馬太二世章的大災難 耶穌也說到 將來你被審的時候 你就不用想什麼 因為聖靈會親自指教你當初的話 所以是講到基督徒 是要面對將來的災難的 好了 如果講到這個大災難的時期 是三月半 即是說 在任何時間 未經歷這個大災難 耶穌是不會回來的 即是必定有這個大災難 才回來的 那麼 所有 講到什麼時候是大災難 什麼時候是耶穌回來的 其實聖經都說 不要去猜測 即不是我們知道的 但是到了每天 我們可不可能知道 有可能 神可能會啟示到到最後期的時候 但是的而且 這個時期 有很多人就 預言 所以 我自己就反對 任何一個人去預言 什麼時候 哪一年有什麼發生 這個是 從聖經裡面有講到 是沒有人知道 耶穌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我們不要去猜測 耶穌什麼時候來 我們就預備好 我們隨時會預備好 隨時預備好 是有大災難出現 隨時預備好 會有敵基督的出現 但是我們就預備好 我們自己 而我們遇到困難也好 也不要害怕 但是如果這個觀念 就是什麼時候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說 今年 有些人說今年被提 明年被提 是不可能 因為三年半 根本不會被提 一定是耶穌回來的 被提 所以有些這些觀念 有時候 其實在七幾年的時候 已經有本書很出名 其實不只有一本書 也有很多材料 其中一本書叫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就是講完這些語言 那時候我還沒讀聖經大學 我就很相信 我看到 我馬上跟那些學生說 那些學生聽到 每個人都很迫切 怎麼知道 我去到聖經大學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個末日座談會 有我們的教授 坐在台上 然後我們整班學生 就問很多問題 關於世界末日 就不同的人說 其中一個教授 他就說一句說話 是令我很震撼的 他說 他是新藥的聖經教授 也是希臘文的教授 他說 我從聖經 從來沒有看到 聖經有說在災難前被提 那時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因為 一向都說是災難前被提 我第一次聽到 聖經沒有支持 於是我就找聖經 我在找聖經 我的確是法國 不是很震撼的 所以這個教導 就是因為 傳開 很多人都相信了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變成很危險 那危險是什麼呢 很多基督徒 以為不用災難 怎麼知道有人災難 真的敵基督出現了 因為敵基督有明顯的 是在貼索尼加後書二章 是很清楚說到 他在神的殿中 自稱為神 對 很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